所以我们写习这一章 我们必须要写习 老子的劝告 不要去批评别人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世间之人可业无穷 故太上再三言戒也 现在的人我刚讲过 很容易造口业 我们就来探讨口业的罪过 喜欢批评人 把所修机的功德全部落光 这是李扁老师说的 世间人没有学佛 他造口业那也就没有话说了 因为他 没有颠倒 那我们学佛人 如果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还吸造口业 那跟世间人有什么差别呢 那是李老师说的 所修机的功德全部都落光了 那法师说他们 他以前跟李老师学教的时候 李老师常常讲 里面所修的这些功德都从口里面流出去了 佛法讲有肉 什么叫有肉 这个杯子 你底部是有肉洞的 这个有肉洞 你装水下去 它一定往下一只递光 所以有肉叫什么 有肉在佛法里面的用词 叫烦恼 那无肉呢 无肉就是没有烦恼 所以我们一般叫无肉智慧 或者是有肉善 无肉善 你如果能够离向布施 这叫无肉善 它都变成功德 如果你着向布施 这叫有肉善 有肉善是什么 它有福报 但是它没有办法处理 不能离开轮回 因为它只得到福德 并没有得到功德 那功德可以灭罪 福德不能灭罪 灭什么罪 灭你贪嗔痴慢离 你无始绝对的习气毛病 功德的功能 它的功能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灭掉你的贪嗔痴慢离 也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离向布施 跟功德相应 你会发现 你的德行越来越好 你为人越来越谦卑 你对人越来越恭敬 你对任何事情 在任何境界里面 你都能够把我放下来 这叫功德 所以 李老师跟金空老法师 他们说了 你们每天所修的这些功德 都从口里流出去 佛法讲这叫有肉 喜欢批评别人 喜欢说别人的故事 这真的叫有肉 你平常在练佛 你在行善 你在读经 结果你又批评别人 你前面所修的那个练佛 读经行善 不就变成有肉吗 那有肉是怎么样 有肉还要轮回 那你所修的福报 不见得在人道 此隐灌顶禅师说的 练佛领有一百种果报 第一个是斗地义 不是说练佛领就不会斗地义 然后法术说练佛领 第一个斗地义 是此隐灌顶大师说的 那他为什么斗地义呢 他练佛怎么会斗地义呢 因为他用贪生之的心练佛 他用明文立能的心练佛 那怎么不斗地义呢 那他练佛行善就变成有肉福 所以这个有肉福就不一定在人道想 那也有可能在恶道 所有你所修计的功德全部落光 是李老师说的 那法师说别人的故事是最大的故事 六指大师说了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我也是要跟这句话 老师这个开始 我要自我勉励 说别人故事是最大的故事 你怎么去发现你的故事呢 我这次在日本东京的第二届的传统化论坛 我为了响应 我们中国中纪委办公室 推动写习了凡事性 所以我在东京的论坛 我直接切入的就是谈了凡事性 跟英国的关系 那两王岁里面哪一个跟英国有关系 四个都跟英国有关系 利命之学 改革之法 计算之方 谦德之效 那第二个最重要就是改革之法 所以我在东京这个论坛 我就提改革 改革跟英国怎么关系 有绝对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改革 我们怎么学原料凡 先生 你做到老和尚讲这句话就可以了 说别人的故事就是最大的故事 那是你的毛病喜气 你为什么喜欢说别人的故事 有些人嘴巴就是守不住 他不说很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 这个世界真的特别多 所以老法师说最严重的故事 是你想想为什么 如果从你本身来讲 你心就不亲近了 我们讲说发菩提心 你真诚心也没有 而且你的心又是虚伪的 你亲近心没有 你的心是染污的 你平等心也没有 而且你还有高下心 你觉得自己说的就是对的 别人都是不对的 平等心没有 无量说里面三个标准 清净平等觉 你亲近心没有 因为你心污染 平等心也没有 因为你有高下心 说别人不对 只有你对 那平等心也没有 最后你愚痴啊 所以你正觉 你觉悟的心也没有 那清净平等觉 那觉也没有 慈悲也没有 你自私自利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口业 对你来讲有多大的伤害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口业呢 就是你的妄想分别之中 如果你口业不断 喜欢说别人的故事 它是跟菩提心不相应的 跟大圣佛法是不相应的 你跟大圣佛法 任何一个法门都不相应 所以你修行上不会有成就 你想到修行上有成就 那你从口业开始修起 善悟口业不计他过 如果在世间法来讲的话 口为后辅之门 我们讲后从口出 病从口入 这个口味容易招来灾难 喜欢批评别人 有意无意 跟人家结了烟囚 结这个烟囚 迟早要遭到报复 因果通善事 你喜欢批评别人 人家也批评你 果报如是 你怎么能够免得掉呢 所以从你自己本身来讲 你的德行受到损害 受到破坏 你的修行功夫也受到损害 受到破坏 那这样不是吃力不讨好吗 我们为什么修行不能成就 我们好好去探讨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口味是最容易换的 所以夏连鸡老居士在禁语 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这句话 老法师开始也有提过 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学习 夏连鸡老居士说 禁忠同学 如果三连不讲话 保证开悟 这个可以学 我们台湾苗栗 九华山 同流九华山 有一位元旗的高僧 比丘尼 叫福慧比丘尼 他的弟子很多 他们都修忏悔法门 叫曹山的忏悔法门 早期我开始学做维农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苗栗 同流九华山 去炒一年的忏悔 一个月一次 都是半内气的 晚上十点多开始炒 炒到凌晨大概两三点 然后在吃平安面 就回到台北 联系一年 我本人亲自见过 这位福慧比丘尼 在台湾 很受到大家尊敬的一位比丘尼 我们一般台湾人称他叫救世师父 他是一个女众 缘吉很久了 我当时会见到他本人 是因为我爸爸中风 在宜兰 我因为要孝顺爸爸 希望爸爸中风赶快好起来 所以我利用休假日 我就坐车到苗栗同楼 当时救世书的道场 还在那个院里的苗栗院里镇 当时刚开始的道场是在院里镇上 那当时我去求这个大杯水 我就见到一位比丘尼 个子不高 皮肤非常捷径 五官非常的亮 你看到他就可以从他身上看出一种德光 道德之光 那个德行之光 他穿的那件衣服 可以讲叫百纳衣 那件长卦 我看是冬天穿的 他夏天也是那一件 他都没有放下来 但是非常的清香 他在九法山那个道场中间有一口井 他亲自摇大杯水给我 所以我算是因为孝顺 也有这个福分 有这个基岩 见到就是师父本人 人家称他是观世音菩萨在来的 福慧比丘尼 到现在他远及这么久了 他的弟子还是如潮水般的 一直在吵九法山 他渡了很多人 他专门渡什么 一丈非常深重的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 可以讲说干杀到淫妄的人 全部都去救世宿那边吵 这可能对中国大陆联友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如果你到台湾 旅游的话 你只要向学佛人稍微打听一下 苗栗铜楼九法山救世宿 使得你们去潮山 我倒是建议大陆联友如果到台湾的旅游 可以好好去参访 苗栗铜楼九法山救世宿 那感应不可思议 那真正是有修的地方 有道的地方 他们很特别 就是开这个忏悔法门 曹山 就渡了很多人 那当时我在苗栗 见了这个救世宿的时候 我要给他供养 他跑给我追啊 他不接受供养 后来旁边的人有供养说 师父不接受供养 你不要一直要给师父供养 吴卫比丘尼 我后来了解 听说他是不导单的 没有人知道他 他在疗坊里面的用功程度到什么境界 但是肯定的说 他有做到一点就是 他能说话而不说话 听说他可以说话 但是他是修质疑 不说话 为什么 因为 第一章记里面讲说 极止动恋 无不失业 无不失罪 我们 嘴巴一动 是会就生了 不照会都很困难 所以 所以为什么 佛家里面常常讲 质疑 所以质疑 对修行人来讲 是一个必修的功课 你如果能够 有质疑的功夫 你就会发现 你对这个人事物 六根对六者 你看得特别清楚 听得特别清楚 你会观到自己这一点心 所以 福慧比丘尼 这个九伐三的救世师傅 听说 我是听他的弟子说 他是修质疑 就是可以说话 但是不说话 就是这里讲的 夏廉吉导基士 在禁语里面说的 尽忠同学 如果三年不讲话 保证开悟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老法师说 三年不说话 你口欲清净 所以喜欢说话的人 你的功德 都从这里漏掉 所以 我们如果去减少烦恼 口欲 尽量 不要去造口欲 或许是一个 帮助你减少烦恼的地方 老法师说 如果说对这个世间 对众生 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造的业 都是第一罪业 老法师说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晓得 动乱不安 老法师说 将来历史上会记载 现在这个时代 是属于天下大乱的时代 这个动乱是谁造成的呢 喜欢说话的人造成 尤其台湾特别严重 就是什么 明嘴助狗 明嘴助狗 明嘴 说起来是明嘴 是好听的 那照示灰的什么 明嘴 他的嘴巴还有明吗 照业啊 照可业啊 喜欢说话的人造成的 天天批评别人 天天说这个不是 那个不是 在这里面制造示灰 制造纠纷 制造斗争 在这里面制造矛盾 在这里面制造对立 所以我到日本去讲课 我到中国大陆去 我就发现 虽然中国大陆 他们对媒体这块 他们有耶稣 但是我觉得这个耶稣 是对的 是好的 为什么 容易亲近 你看那个日本 我去看日本那个电视媒体 也是管理得很好 没有说谩骂啦 攻击啦 毁谤啦 没有啊 非常好的一个磁场 所以基本上日本 他整个社会来讲的话 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动乱不堪的 这个年代 日本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 维系一个很好的 伦理道德的文化在里面 还是制造我们敬佩的地方 但是日本人 他喜欢吃 活鱼嘛 所以他们杀业重 又发动战争 所以他们这些 也背负老祖先的这些 这些罪业 所以现在呢 批评别人的人 就是在这个 世间自造矛盾对立 破坏社会安定 破坏世界和平 让全世界众生都受苦受难 你天天说话批评 这个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罪过 大家都批评 所以才会有世界末路 这是公业手感 我们要真正觉悟 从今天开始 又不再批评人 那就是修最大的功德 为什么 从此以后 我们不破坏社会安定 我们不破坏世界和平 这个功德多大 虽然世间人没有人称赞你 世间人不知道 但是活菩萨知道 荣天善神知道 所以从口味先修起 无量寿经里面讲 善入口味不计他过 佛真正慈悲到极处 不但口味 可不能说 不能演 可不能说别人故事 心里不能够记 不能有这个念头 我们要养自己的清净心 那法师说 我们的心要像茶杯一样 这个茶杯希望里面装的都是众生的善 最善 最美的 那我们的心 就是 就美了 千万不要装一切众生的垃圾 最不善的 最坏的 最肮脏的 最恶毒的 那我们的心就变坏了 为什么现在你的癌症多 癌症是什么造成的 癌症是病毒 是你身上的细胞里面的恶细胞多于 好细胞 可是你的身体上的恶细胞 为什么会这么 刚强呢 为什么你身体的恶细胞这么强呢 因为你的信念变成的 你自信迷了以后 你尊主变成阿拉耶 你恋恋都是贪生之慢 几乎没有善恋 全部都是恶恋 全部都是自私自利 那你身体上的细胞 怎么会健康呢 所以你如果要避免癌症呢 其实除了放生吃素以外 最重要是你不要造口业 你看那个癌症的癌 里面是三个口 再是一个三 这个三个口呢 也可以讲说 我们讲说祸虫口出病虫口入 也可以讲说三个嘴巴 吃了很多众生动物 但是也可以讲说 你嘴巴造业如山这么多 嘴巴一个就已经是不得了了 为什么两个眼睛 一对耳朵 两个鼻孔 为什么只有一个嘴巴 这天地造作我们 天地造作我们这个五官 他配对的两只手两只脚 两个眉毛 一对眼睛 两个鼻孔 两个耳朵 怎么奇怪 这么一个嘴巴 所有五根里面 通通跟你配的都是成对的 但是只有一根 给你配一单独一个 就是嘴巴 所以德行从哪里修 最容易 从嘴巴修 我常常只有临终关怀 喜欢批评别人的 喜欢照口喻的 你就要担心 黎命中会不会被插管 黎命中的时候 如果你恢复功能不行的时候 你就必须被插管 如果你黎命中的时候 你还不会断气 还不会锁抱 但是你的恢复功能不行 也没有办法断气 但是还可以自行呼吸 但是你的自行呼吸 力量不大 必须要靠极其呼吸的时候 这个时候医生就会通知你家人 给你插管 插管很痛苦 像一把剑刺在你的活龙里面 在一粒宝床里面 在第一里面有 把守第一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容易患什么 怎么癌症呢 蛇癌 手头那个蛇癌 还有活癌 长在活龙 你想想看 为什么会长在活龙 长在手头上 就是口癌 我曾经有个同事 得癌症死掉 那督察 后来被一位我认识的法师渡了 他最后死的时候怎么死你知道吗 他手头割掉了 他没有手头 所以第一章记里面讲说 照口癌都叫无所摆蛇豹啊 什么叫无所你知道吗 像这种癌症啊 蛇癌啊 到里面中所有手头被割掉 这叫无所啊 没有手头啊 那什么叫摆蛇呢 你来生踏子到人间来的时候 你说我没有半个人相信你说的话 摆蛇就是你说了一百句都没有半个人相信 为什么因为你口味造了很多 所以我们要口说好话 口吐莲花 佛家都常跟你讲啊 身做好事 心存善恋 心存善心 那口说好话 我们一般讲的口吐莲花 所以老法师说 我们这个心就像这个杯子装最美最善的 我们的心就美 不要装垃圾恶毒的 最坏最肮脏的最不善的 那我们的心就变坏了 这个道理不难懂 我们事事够够要注意 看到一切不善的 绝对不要放在心上 绝对不要放在口上 修行从这个地方开始下手 针对这一段 我们呼应这段经文 是精子立身行己 要当行己在我者 必死正子无邪 所以你怎么样可以 达到正子的目的呢 怎么样叫做正子无邪呢 也是从口吐开始的 口吐开始修起 对是现在正子都要稳达到 或访 suspicious